在臨床上,楊偉主要分了五個症型, 第一個是命門火衰症, 或者可能見到一些神皮佛力, 怕凍,手腳冰爛,頭暈已明, 或者腰酸實軟症。 第二個是心皮虧虛型, 或者可能見到心方心跳, 失眠當夢,神皮佛力, 臉色活跪黃, 或者吃得比較少,不是那麼想吃的。 第三個是肝屋不舒型, 肝屋不舒的患者會出現一個心情抑鬱, 胸貼的位置會有一些障悶不舒服, 吃得比較少, 還有有機會出現一些大健躺癡的情況。 第四個是經控傷腎, 經控傷腎型的患者都會出現一個心方心跳, 一個容易發惡夢, 以及一些曾經被驚嚇過的歷史。 第五個是失業下注型, 失業下注型的患者會出現一個陰暗潮濕, 騷氧, 腥臭, 膏軟的一個罪障的感覺, 以及小便短尺。 因為香港生活節奏比較急速, 工作壓力比較大, 可能常見是一個光屋不舒型的患者, 以及一些明門火傷炎的患者都是比較多的。 今天跟大家介紹兩款的茶荒, 第一款是玫瑰陳皮飲, 玫瑰陳皮飲就包括玫瑰花陳皮。 這條方主要有一個理氣開屈, 發痰散熱的效果。 比較適用一些光屋不舒症的患者, 比較適合喝。 這一款就是龍眼王旗刷, 龍眼王旗刷主要有龍眼浴和王旗。 這一款藥方可以有一個益陽補氣的作用, 比較適合一些明門火需的患者。 分析為德 virus大中的字幕, 吉他姿勢招극討會作為華益、 他就是四周程有力救測的作用,